汽车生产有流水线组装车间 食品生产有流水线加工车间 但你肯定不知道蔬菜种植还有流水线车间呢 没错 蔬菜种植已经从地里搬到了工厂车间 实现了工厂化流水线生产 这就是欧洲芬兰发明的现代蔬菜智能化种植技术 以种植生菜为例 以智能温室大鹏为工厂 整个蔬菜种植过程实现了全流程自动化 效率十分的高 大致分为七个步骤 第一步 培养机的填充 用泥碳或者盐棉作为生长机制 将其自动填充到开放式的机制槽里面 第二步 播种 填充完培养机之后 播种机直接将种子播种到机制槽中 在整个生长过程中 蔬菜将保持在同一个生长槽中 不需要移植 一条典型的播种线由多个滚筒播种机组成 这些播种机通常针对颗粒种子的使用 进行优化 而且播种机与机制槽完美结合 能够保证种子被精准放置 第三步 转移机制槽 播种完成之后 将机制槽运送到温室 并放置在生长系统的发芽区域 这一步主要用到传送带 推动起升降机和转盘 第四步 发芽 在生长系统的初始阶段 机制槽将通过发芽区域 为了最大生存空间 发芽前机制槽位于主要生长线下方 发芽后 自动升降机将每个机制槽 从下层移到上层生长线上方 根据温室布局和系统规格 在任何情况下 发芽区域通常封闭的 并且具有控制温度和湿度的能力 第五步 生长 蔬菜之间的距离 可以根据蔬菜的特定生长需求 进行精确优化 并确保温室的有效利用 随着蔬菜的生长 机制槽会自动通过温室 向收割区移动 在此过程中 机制槽之间的距离 会根据蔬菜在每个生长阶段的空间需求 进行调整 第六步 收割 在收割的时候 机制槽将被引导到 全自动切割机下 将蔬菜从根部切割下来 这个切割过程 能够进行参数调整 以实现最佳切割产量 切割下来的蔬菜 被转移到包装区 按一定的量进行包装 第七步 拆卸和清洁 蔬菜收割后 从机制槽中取出生长机制和蔬菜根部 并用热水对机制槽进行自动清洗消毒 留着进行下一次蔬菜种植 别看只有七个步骤 但是里面应用到很多自动化智能化技术 让蔬菜种植像汽车生产一样走上了工厂化流水线的生产 大大提高了种植效率 不得不说这样的蔬菜种植技术令人大开眼界 从这个案例中 带给我们几点重要的思考 第一点 工厂化流水线的农业种植模式是未来农业发展的趋势 有实力的企业可以提前布局 第二点 未来农民这个职业可能会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农业工人 农民种地不是走向田间 而是走向车间 农民不是去播种施肥 而是坐在车间办公室操作电脑 由电脑发出指令进行农业生产 如果你不懂点技术知识 可能你连当农业工人的资格都没有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讲到这里 希望这一期的视频 能对中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一些新的思考 我是谭谭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有价值 欢迎点赞评论并转发